各位同学,在这个短片中,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怎样去画那个graph of y 等于 sinx 或者有 cosx 和 tanx 现在先讲 y 等于 sinx 画图,简单来讲,最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就是 找下图上面的点 我们画了一个表,然后就定了 x 是 0 到 90 度, 180 度,等等 我们可以试试找下图,相对应有 y 值 Sign 0 度是多少呢? Sign 90 度是多少呢? 我们不需要特别去记住,我们可以用手机直接去按机 OK,好啦 Sign 0 度 是 0 好啦,是 0 Sign 90 度 是 1 Sign 180 度 Sign 180 是 0 Sign 270 看到吗?我按的,看到吗? 是 负 1 Sign 360 度 咦,又是 0 Sign 450 是 1 Sign 5 40 是 0 Sign 6 30 是负 1 Sign 720 是 0 好啦 你发不发觉到呢 对于不同的 x 值呢 Sign 的 值呢 是这样的喔 你说 难道就是 0 1 0 1 这样呢 好啦,我们试试呢 简单地 画一个 Y axis 画一个 X axis 好吗? 好简单 这个图呢,因为没有了 graph paper 所以很粗 这个图呢,就是 90 180 270 360 450 540 好了 这里就是 1 就是 负 1 1 先把点子都点下来 3年度就是 0 390度就是 1 0 负 1 360是 0 450是 1 5 高一点 540是 0 那我们想想一下怎样画呢 我们怎样去连起它呢 那我们就不会用北斤尺连起它 中间都是有些数值的,对不对 这样连起它的话 你觉得 这样画下来 好啦,然后连起它 这个就叫做Sign Curve 那它跟着会怎样走势 去回这里 然后540 下来 630 下来 630是 负 1 再延长一点 720 你对到 这样 那你看看 这个就是Sign Curve 行不行 Sign Curve是什么特性呢 Sign有什么特性呢 它会不断重复自己的 每多久重复一次 每360度 就是一个循环 每360度是一个循环 来的 那Sign的最大值是多少 它会否认为 Sign最高 是去到1 而Sign最低 是去到负1 所以我们就说 Sign X 永远在 1 和负1中间 在波浪形 在波动 在变动 这就是Y Y 等于Sign X 大家就说 我需要去记 我们不用特别去记 我们要记 记几个东西 简单来说 0 90 180 270 360 这样 这样就按机 Sign 0 就是0 只按机 Sign 10 就是1 Sign 10 就是0 27 就是负1 3 360 就是0 很简单 所以白手都滑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 Y 等于Sign X Y等于Sign X 这个 不好意思 粗制滥造 就看到我们 看到 原来这个Sign Curve 是一个 我们说叫周期性的函数 每逢360度 就重复自己一次 而它有一个最大值 最大值就是 顶点到1 最小值有的 负1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Sign Maximum 就是1 Sign Minimum 就是负1 到了这里